一个炸鸡店,7名受害人 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 安静到警员第一次上门查看 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直到5个小时后 所有受害人家属报案 才在店铺的冰柜里找到他们 案发现场极其惨烈 专案组人数最多时达到近百人 竟也毫无收获 甚至犯罪嫌人到底有几个也无从得知 大家好,我是三番调查员三妹 在1993年的圣诞节后 还笼罩在节日喜悦气氛下的帕拉丁市 却发生了一场屠杀案 市里的布兰炸鸡店 7人遭遇残忍杀害 凶手却逍遥法外近10年之久 当凶手出现 关键的证据 竟是垃圾桶内一块不起眼的炸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点个订阅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1993年1月8日 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帕拉丁市 圣诞节刚刚过去没多久 全镇的人民还都沉浸在 欢度节日的喜悦气氛下 这本是一个普通的夜晚 布兰炸鸡店是一家连锁店 深受接上人们的喜爱 炸鸡店每天晚上9点准时关门回家 今夜也本该如此 但是一通电话却打破了夜晚的瓶颈 帕拉丁的警察局接到了一通电话 打来电话的正是镇上 布兰炸鸡店老板的家人 他们的其中两个女儿反应 本来9点就可以准时下班回家的爸爸妈妈 可是一直等到10点半 也没有见到他们回来 所以希望警察局能帮忙去看看情况 帕拉丁市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 人口不算多 民风淳朴 警察局也鲜少处理过恶性的刑事案件 只是黑暗总会在最官民处涌现 没有人知道这通电话会意味着什么 因此 警察局接到这通电话后 也只是认为老板两人是和同事们出去聚会 或者是有事情耽搁了 所以没有太放在心上 仅仅是派遣了巡逻队员过去查看 而巡逻队员在到达炸鸡店之后 发现也没有异样 炸鸡店灯关了 门锁了 店里没有人 但是让警察局没想到的是 到了凌晨12点半 又接到好几户人家打电话报警 说他们的家人都没有回家 巧合的是 这些人正好都是炸鸡店的员工 至此 警察局才缓过神来 预感大事不妙 他们迅速派遣警员去查看炸鸡店 刚开始 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但是当他们转到餐厅后面的时候 察觉出一丝异样 餐厅的后门居然是虚掩着的 警方本能立即支起了枪 他们把门轻轻一推 随即一股血腥的气味扑鼻而来 警员们更形成小心了 他们摸黑打开了餐厅的灯 映入眼帘的是厨房地面上的斑斑血迹 然后 他们在厨房的两个冰柜里 看到了一生都无法万怀的画面 以至于后来庭审出庭时 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描述是这么说的 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句压着一句 混乱不堪 太残忍了 根本数不清屋内到底死了多少人 警方最终发现了七名受害人 其中两名位于西侧的冷藏室 另外五名受害人 则位于东侧的冷冻室里 从现场痕迹 和所有受害人的伤口来看 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少的枪痕 甚至有几名被害人的颈部 还有被划割的刀伤 而一开始的警员没有发现异样 则是因为一切都太平静了 受害者没有挣扎的痕迹 也没有门川的破损 现场更没有目击者 没留下任何的指纹 以当时的办案条件和技术手段来说 这简直是一道无解的题 然而不久后 这起案子的等级也逐渐升级 从帕拉丁到伊利诺伊州 甚至芝加哥 最后3D警方联合FBI 组成了一个近百人的专案小组 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侦破这些案子 要知道在当时 自芝加哥有历史以来 这是发生的第二起非常恶性的凶杀案 也是伊利诺伊州历史上 最严重的大规模屠杀之一 当时的人们都管这起案件 叫布兰杂基殿屠杀案 由于现场留下的证据太少 专案小组因此也没有翻过任何一个角落 保存了当年现场的所有证据 甚至是垃圾和丢弃的食材 想等待行政科学技术有了发展 再来验证真相 不过在现场 专案小组发现了以下显索 一 根据现场餐厅的收银机来看 凶手极大目的是为了钱财 因为当天餐厅营业额 1800到1900的美元全部被拿走 二 只有一桌凌乱的桌椅 其余全部摆放整齐 最后一桌是知情者还是凶手 没有任何证据 三 凶手在离开时 也短暂的停留并处理了血迹 因为发现了拖把 有来回擦拭的血迹 四 七个受害人主要是枪伤所致 一共有20多枚弹头 五 炸机店前门被关死 后门是可以打开 没有太多的打斗痕迹 怀疑凶手熟悉店里的环境 可是这五条线索 也不足以给案件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专案小组随即展开了 大规模的走访和摸牌 几百位炸机店现任和前任的员工 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专案组更是无从下手 这桩悬而未决的案子 一直笼罩在帕拉丁市民的心中 案发9年后 也就是2002年3月 转机出现了 一位叫安妮·洛克特的人 主动去到警察局告发 自己知道炸机店惨案的凶手是谁 安妮说 凶手就是他的前男友 詹姆斯·德格尔斯基 和他的朋友胡安·卢纳 胡安曾经在布兰炸机店做过监职 而之所以胡安能够逃过当年警方的查询 也是因为安妮帮他做了伪证 根据安妮的讲述 安妮和前男友詹姆斯在案发之前认识 并且与詹姆斯同居过一段日子 同居的日子中 安妮发现詹姆斯经常表现出令他惊恐的特质 詹姆斯狂躁 阴欲对身边的人充满敌意和怀疑 时时叫安妮与身边的好友断绝联系 甚至安妮还发现詹姆斯时常和他的好友胡安一起 以虐待小动物为乐 而在詹姆斯的房间内有好几把刀和一把枪 尤其是枪 詹姆斯认为这是他最大的秘密 从来不随意让人知道 在案发之后 詹姆斯和胡安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安妮 目的就是让安妮保密 并且帮助他们做伪证 不然就要杀了他 而当时的安妮面对两个杀人狂魔 极度的恐慌 不得不答应 并且还帮助他们做了假证 后来不久后 安妮就和詹姆斯分手了 胆战心惊的过了这么些年 他一直被真相所困 被心中的愧疚所折磨 终于正义战胜了恐惧 他决定报警揭发这两个人 听完安妮的检举 警方立刻派人逮捕了詹姆斯和胡安 最开始两个人还百般抵赖 因为案件已经过去了近十年 现场既没有证人 也没有关键性的证物 更没有指纹 他们认为只要他们一直不承认 警察和法官也无法审判他们 但是这个时候 警方却拿出了一份特殊的证物 一直被存放在冰柜中的炸击 炸击 你是否也好奇 他究竟能为案件带来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这还要从案发一年后开始说起 无从下手的专案组 专门请来了一位神仙 李昌玉博士 希望有了物证见识专家的相助 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由于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 所以李昌玉博士和专案小组 再次尝试回顾当时的情景 回忆是否有一些被遗漏的线索 既然凶手是为了钱 那收银机一定是一个关键的线索 只是收银机里当天的流水被一扫而空 只有一张结账的小票 小票上显示的时间是9点07分 而炸击店关门的时间是9点 在美国时间观念很强 到点就下班 就算有顾客上门 也会委婉地告知不营业了 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就餐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店员都认识的老熟人 而此时 李昌玉博士则在一个接一个的政务里 发现了一包现场的垃圾 并且对这包垃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因为这包垃圾里找到了两个鸡翅 一块鸡胸 两个鸡腿 正好和9点07分结账时的炸鸡套餐吻合 并且还多出了一个鸡翅 更值得注意的是 套餐里只有鸡翅被吃过 其余食物都没有动 说明这个人并不是真正来用餐的 而且超级喜欢吃鸡翅 为什么这里会多一个鸡翅呢 李昌玉博士推理得出 可能是因为店里的员工 知道这位客人爱吃鸡翅 所以临近下班前又多送了一个 这也就进一步说明 这个来就餐的人是一个老熟人 就像李昌玉博士所说的一样 垃圾就像是历史书 垃圾里的东西 可能会对案情有极大的帮助 甚至可以帮助他们找到额外的线索 事实果然如此 通过垃圾袋里的东西 李博士至少确定了三件事情 第一 最后一桌客人不仅是凶手 而且是店内的老熟人 第二 凶手很可能是一名黑人 或者是西班牙裔的人 因为根据大量数据 和每个种族的喜好不一样 一般来说 亚洲人喜欢吃鸡腿 白人爱吃鸡胸肉 黑人和西班牙裔 则对鸡翅情有独钟 而一包食物里 只吃了鸡翅 其他全部没动 所以李昌玉博士推断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名黑人 或者是西班牙裔的人 第三 既然凶手吃了鸡翅 那鸡翅上就会带有咬痕 咬痕中有唾液 唾液里存在着凶手的DNA 而在1994年 知道DNA技术的人非常少 甚至连案发地的帕拉丁警方都没有听说过 由于当时的技术只能从鸡翅中提取DNA 并不能对它进行技术分析 所以李博士建议将样本和证据保存好 等技术发展成熟后再进行检测 果然警方在后来的检测中成功拿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分析结果 在抓到嫌疑人之后 警方比对了詹姆斯和胡安的DNA 结果发现胡安的DNA和机制上残留的DNA完全吻合 铁证如上 胡安和詹姆斯终于承认了他们的罪行 他们正式造成布朗杂基建产案的罪魁祸首 据胡安回忆 当年他在炸鸡店做过兼职 知道炸鸡店没有安保系统 认为如果进行抢劫则很容易得手 他和詹姆斯都是吸毒人员 当时手头紧 因此想要打劫熟悉的炸鸡店弄进钱用 只是小小的人性之恶却演变成了一场屠杀 造成了这么多家庭的支离破碎 那天晚上他在炸鸡店关门之后来到了炸鸡店 炸鸡店的老同事认出了他 不仅在打烊之后卖给他炸鸡 还因为和他的关系多送给他一块鸡翅 可惜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唤醒他人性的善念 胡安在吃完鸡翅后随即开始他的屠杀 他们威胁所有人自己进入冰柜 一旦有人表现出抗拒的意思 他就先以力气划破他们的喉咙 然后开枪进行扫射 胡安一共表述自己罪行长达43分钟 在表述的结尾 胡安的音调逐渐降低 也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道歉 但是这份恶魔的歉意已经来得太晚了 终究无法被原谅 而除了安妮之外还有另一位女士爱玲 也告发了他们二人是罪魁祸首 他也表示 詹姆斯曾向他共认过这件事情 并且威胁他不要乱说 所以他一直提心吊胆 直到2007年5月10日 他和安妮一起出庭作证 法官根据DNA证据 以及这两位证人的证词 胡安被判七项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死刑 但是陪审团并没有全票通过 有一个陪审员反对执行死刑 最终胡安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2009年9月29日 詹姆斯也接受了公开审理 也被判有七项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此时警方也告呼 他们是没有灵魂的人 这件羞杀案到此 也真正的告一段落 事后 布兰杂基连锁店的销售额 也深受影响 下降了35% 最终该公司不得不关闭 芝加哥地区的100多家餐厅 目前大通银行坐落在原餐厅曾经的位置 2013年 大通银行的一位客户 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芝加哥七台采访的时候 仍然感到十分恐怖 我不会在大楼里走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人们失去生命的神圣之地 这也反映了该事件带来的后果 是时间无法抹去的 这起案件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其实DNA结果早在1998年就拿到了 但无奈 当时还没有建立完上的DNA数据库 无法进行比对 只能暂时搁置 证据链的极度缺乏 再加上当时行政技术的受阻 让我觉得这起案件得以突破 像是一场接力赛 首先是店员多送的一个鸡翅 然后是连一块鸡骨头 也要妥善保存的现场警方 其次是李昌玉博士的先进技术手段 最后是人性至上的安妮告发 我们始终相信 磨高一尺 道高一战 人性的善业终能战胜人性的恶意 那以上就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 你的点赞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小妹感激不尽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